爸妈在台上手语演绎 小男孩拿着相机为他们录影 他是陈俊玲 今年小学四年级 一大早他先跟着爸妈拖地板清洁环境 大人彩排时 他就乖乖坐在旁边画图 地图我们家附近 今生还没画到那 一边画一边唱 耳边不断重复的音律 他朗朗上口 曾文珠和陈耀光夫妇去年受证 今年是社区岁末祝福 手语演绎种子 夫妻两在家一直练习 小孩耳濡目染 学得比他们更快 今年是八正道 觉得他的速率有点快 就是可能手有时候在动的时候 会比较吃一点 父母的身教很重要 其实我们无形中在家里练唱练习 他们无形中他的巴斯田已经有深入了 他就唱得出来 真的是觉得父母是孩子的魔 人一开始就是有那个善心 吸收到法了之后 他慢慢的他就长大了 他就会更融合在一起 小男孩也许还不懂唱颂出来的词句 究竟有什么含义 但父母亲都相信 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 一定能启发他的慧根 大爱新闻的亚平蔡玉凯台中报道 我们下期